今天我們要教你個point What's point?什麼是point? 很棒 What's riddle?Riddle point是什麼東西? 擦一米的遊戲 So before we start I will give you some points for you to guess 你們要去猜這個詩的東西在講什麼 OK There is one 有個東西 That has a hat without an eye 有頭沒有眼睛 And there is one 還有一個東西 That has an eye without a hat 有眼睛沒有頭 You may find the answer if you try 如果你把這個東西拿來用一用的話 你就可以找出答案 And when all is said 你把事情都講開來的話 答案就在哪裡? How the answer hands upon a thread 答案就在哪裡? 什麼是thread? 什麼是thread? 線 你如果找哪一個線 然後再拿這兩個東西來試 你就可以找出答案 OK 你覺得是什麼呢? 真 真的英文要怎麼講? try it it's okay pin pin pin是什麼?pin pin對了 needles也對了 pin是什麼? pin是大頭針 needles呢 則是穿線的那個針 哪一個是a hat without an eye 哪一個是有頭沒眼睛的? pins對不對? 那needles是什麼? an eye without a hat 有眼眉頭的 好,來 那在這個詩裡面 你看到一些修辭法 你看哪些修辭法? pins很好 pins很好 什麼是pins pins what's metaphor 什麼是pins pins 發聲一點 發聲一點 把 把一樣東西比喻成 compare one thing to another compare one thing to another 如果你把一樣東西比喻成另外一個東西 那個就叫做pins 你還看到什麼修辭法? 快點把你們國文的那個能力拿出來 轉化 轉化 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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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回文 OK,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在英文裡面 詩裡面比較常用的幾個修辭法 第一個叫做 看得到嗎? metaphor metaphor的話叫pins p有兩種 一個叫metaphor 一個叫simile 那metaphor的話是暗喻 simile是名喻 有什麼他? 好,下輩子 we'll learn find out 好,我們等快一點會發現 好,來借帶 借帶應該是什麼意思? 拿一個東西 帶子 另外一個東西 對不對? 還有person application 好,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些修辭法 第一個叫Imagery Imagery叫意象 what's imagery? that means you can create pictures 你可以創造一個圖案 through words 像剛剛在唸那些文章 唸那一段詩的時候 你有沒有腦袋裡面 有出現一個頭啊 一個眼睛的那些picture 有沒有? 有的話,那就是這首詩有Imagery 知道懂了吧? 好,那person location的話 例如說the trees whisper 什麼是whisper? 什麼是whisper? talk talk gently 就是輕聲的說話 樹會不會輕聲的說話 can three talk? no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叫做person application 那什麼是metafer? 就是把two unlike skins 把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把它比喻做similar 把它比喻做一樣 例如說my cat is a lamp 什麼是lamp? 羊 那貓跟羊有沒有一樣? 沒有,那你把它放在一起 這個叫做遮暖 暗喻叫metafer 那如果你有用到my cat is like a lamp 的話,有like這個字的話 那就叫做名譽 暗喻跟名譽是什麼意思? 我們數學一下 把兩個一樣還是不一樣的東西 比在一起? 不一樣的 two unlike skins 對不對?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你把它比在一起 那有like的話叫做名譽 英文叫做similar 很好 那沒有like 就是a is b的話 那個叫做metafer 暗喻 當然了嗎? 好,來,next 好,來,這邊有一個practice 你們來猜一下它用到什麼修辭法 那這個詩在講什麼? Voiceless in Christ 它哭的時候有沒有聲音? 沒有 Widless flotters 什麼是flotter? 問一些翅膀嗎? 所以Widless flotters 是什麼意思? 沒有翅膀卻在那邊 對,對不對? Toothly spines 什麼意思? 沒有牙齒的去咬東西 就有一個 Mousely smarter smarters 就是有點像speaks 來,什麼東西會哭卻沒有聲音 咬你卻沒有嘴巴 然後哭 牙齒 那牙齒就牙齒了 來,什麼東西? 那個guts 一個大自然的東西 Wid 風 有沒有符合 風咬你,對不對? 它沒有牙齒 然後它在你旁邊 滴滴咕咕咕的 它卻沒有嘴巴 好,那你們看一下 這裡面用到的哪些修辭法 轉化 你人,對不對? 就是把風 講成什麼? 人,對不對? 還有呢 有沒有感覺一個image 有沒有一個picture的感覺? 有,對不對? 那就是invisory 有沒有譬喻? 沒有譬喻 好像就沒有了嗎? 譬喻是什麼? 兩個副一樣的東西相比 所以沒有譬喻 有沒有? 那這個呢 he has no feet 沒有腳 yet travels far 但是跑 旅行的很遠 literate是文學的 很有文學的素養 but no scholar he 但他卻不是學者 no mouth 沒有嘴巴 yet he clearly speaks 那他就可以說話 if you know him you are wise 那如果你懂得他的話 你就是一個智者 這什麼東西啊? 蛤? 什麼東西? 可以跑很遠 然後他不是學者 可是他卻可以說出文學素養的東西 那如果你懂他的話 那你就是一個聰明的人 這什麼東西? 書 還有呢? 發料 蛤? 知識喔 ok 發料 來 可以跑很遠耶 書會跑很遠嗎? 怎麼會跑得比較遠? letters 信啊 對不對? 信是不是可以跑很遠 然後不會說話 然後如果你懂得讀這個信的話 你就是一個聰明的人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譬喻 有哪些譬喻 有哪些那個修辭 很明顯啊 有沒有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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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他把詩 把姓比喻成什麼? 高老師 把姓比喻成 出發國的旅行的人嘛 對不對? 把他比喻成學者 scholar 還有沒有比喻 有啊 把姓跟什麼比在一起 學者 這個就是比喻法 那會了嗎? 好我們學了這些修辭法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到我們 他還有兩個要介紹 另外叫借代 什麼叫借代? 你們中文有學過嗎? 有嗎? 借代有分兩種 一個叫metonomy 一個叫Synatarchy metonomy的話就是把這個東西拿來直接比喻另外一個東西 例如說The White House promotes Tebow Tebow是一個法案 白宮提出Tebow這個法案 白宮是一個建築物 怎麼提供法案 所以就是把白宮借代為白宮裡面的什麼? president 總統 當然了吧 是他借代 有相關的東西把他做借代 那比喻的話 兩個東西有沒有相關? 沒有喔 有差喔 來Synatarchy是把a part of something 把某個東西的一部分 its used to represent the whole 把一部分拿來代表全部 例如說We must work 我們要努力工作 for our bread 我們要努力工作是為了吃麵包嗎? 所以這邊的bread是指食物或生活 當然了吧 這邊要借代 來就學這些修辭法 等一下你們來分析我們要學的這首詩 你們有用到哪些修辭法 OK Here we are Hope is the thing with feathers 這是我們今天要學的詩齁齁 好 什麼叫Hope is the thing with feathers 什麼叫the thing with feathers 猜一下 feathers只是羽毛 所以the thing with feathers就是 有羽毛的東西 什麼東西? 蛤? 翅膀 OK What else? 那呢? 所以希望就像翅膀 那呢? 希望就像 鳥 鳥 bird 然後what else? It can be anything 在詩裡面是沒有正確答案的 It can be anything 好來 所以有語嗎? 還是雞毛短子 你有想到是雞毛短子嗎? could be齁 來這首詩的作者叫做 Emily Gibson 有沒有聽過這個人? 有聽過這個人嗎? 沒有 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女詩人 長這個樣子 有沒有很漂亮 中分頭 非常酷 好 那經典的名言是 A word is that 從 it is state 字是死的 字這個東西是死的 But some say I say it just begins to live that day 但是我說了這個字以後 這個字就變活的 所以他什麼意思? 很囂張對不對? 他的文學素養代表怎麼樣? 很好 他可以把死的字變成活的字 這是Emily Dixon 他寫了很多